市長 副市長 秘書長 各位本會 各位同仁 各位市府 各位官員 各位記者 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市長的最佳預算的第一次最佳預算的報告 請王文議員 市長請坐一下 市長 不好意思 先請回座 主席 我要提個權益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這個中央指揮中心準備在6月7號 所以因為我們的本土案例 以及八個禮拜 那時候八個禮拜沒有本土案例 所以準備在6月7號全面解封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議會還有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包含我們後門對不對 也都不開放 那麼是不是未來我們這個 是不是要在6月7號 老實講後門不開放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一樣配合 我們總之明之後我們才開放 可是現在6月7號全面解封 所以議長我在這邊提出 我們議會的這個權益問題 那另外因為這6月7號的全面解封 其實如果真的要解封的話很重要 那今天我們辦這個追加減預算的報告 那這裡面大概主要是這個 摘摘的部分 那麼我們要超前部署 這是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所以呢待會也希望我們科市長能夠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應該絕對不夠 絕對不夠 因為接下來如果解封的話 還有有關於就是怎麼振興的問題 怎麼振興的問題 是不是市長待會在報告的時候 一併要超前部署嘛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有個6月7號的這樣一個關鍵日期 也請市長能夠做一些回應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市長報告 王浩議員 議長我一個程序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市政府第一次編這個追加減預算來 是非常屬於重大的事情 等同預算審查 按照意思的規則來 我希望現場能夠過半 不是開會人數簽到過半 希望現場能過半 好 我們聽取報告 我們聽取 我們聽取預算不要過半吧 那個請問周委員 好 一邊等過半 一邊我 同樣一個程序問題 或者是權益問題 就是說我們今天 好不容易來聽取市長的追加減預算 那這次的追加減預算 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是我們發現 他這個追加減預算已經落伍了 已經不夠了 跟我們現在大家要談的追加減預算 好像差距很大 比方說像韓國瑜他已經提出了五千萬的這樣的一個振興方案 上一次我們在議會裡面同仁還問說 柯市長覺得這個五千萬夠不夠 市長說少一個零 意思要五億 那我們看到台中市 他其實在四月二十號到六月三十號 就已經推出一些實施的相關方案 那這個部分 六都大概都有規劃 台北市上次我問的時候 那個產發局長是說要等中央 中央的規定公佈 中央現在也有一些規定公佈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們今天聽取這個 這個報告好像我們台北市有一點 太落後太麻木不仁 這個部分就算聽取完了 然後呢都通過了 其實跟中央比跟六都比也落後太多太多太多 所以我認為市長等一下可能需要口頭來再補充 你看看現在的這個大環境 你們怎麼樣去跟上人家的振興腳步 假設還需要提第二次追加減預算的話 還要多少錢 否則我覺得這個東西我都不太想聽 因為聽了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好 謝謝請議員 來請市長我們聽取報告 聽取市長報告我們在談 來請市長 你有權宜問題沒錯 我知道了 不要過半 你現在的東西報告之前總要過半 這個這麼大的事情 聽取報告我沒有過半 不行不行 你像這樣我就提兒數 我就提兒數 聽取報告沒有兒數問題 不是 我現在就提兒數 在場一定要過半 在場一定要我提兒數 兒數超越一切一定要先馬上清點 沒有過半不能開始 好 請趕快我們議員趕快下來開會 謝謝 王議員 我是尊重 因為你的發言 你有權宜問題 我就尊重 不過我們的議事規則裡面 聽取報告是沒有兒數問題 好不好 我們今天不是大會 今天是聽取報告 我可以提兒數吧 我現在提兒數 所以要處理 因為沒有兒數問題 沒有 我現在提兒數 因為就是沒有兒數問題 因為你這個東西 基本來講起來 這是重大事件 聽取報告 他好不容易去年才把預算騙去了 這些他說他花掉的錢 我還搞不清楚他又要來要 沒有啦 先報告再說 我先報告 不行啦 我現在提兒數 先知道兒數問題處理 就沒有兒數問題 要我怎麼知道是兒數 我去拜託我們議員趕快下來開會 先請市長 拜託 拜託 問好 今天沒有兒數問題 為什麼不行 法規裡面就是沒有兒數問題 好 請我們議員趕快下來開會 聽取報告給我們大會報告 聽取兒數報告那個 聽取報告是沒有兒數問題喔 好不好 沒有兒數問題喔 會議紀錄上 會議的議程寫的叫第八次會議 你沒有寫第八次 工作報告 作案報告 你寫的第八次會議 你占的是本會期 正式的議期 議程時間 我們上次已經變更議程了 已經變更了 不行啦 我們上個禮拜三 大會已經變更議程了 不行啦 這個這家預算報告 有的第八次會議 好啦 好啦 不要再拖花拜託 我看他到七點沒完 好了啦 快了啦 快了啦 不要等了啦 沒有什麼兒數啦 是 具體建議 因為我們接下來 除了報告之外 還有很多的質詢 對 那麼各議員也都已經 預先給我們這個質詢的排序 是 所以呢 我們當然尊重王浩議員講的也很 也很對啦 就說這是重要的追加檢預算報告 是 那不是等到十分鐘之後 是 那麼 對不對 再等十分鐘啦 好不好 好啦好啦 我們大家有個默契喔 我還是要給大會報告 謝謝 聽取報告沒有兒數問題好不好 我們就尊敬大家 我們稍微點十分鐘喔 十分鐘啦 好 對不起 請我們同仁趕快下來開會 請我們議員趕快下來開會 謝謝 謝謝 很嚴重 這裡 清好的 我們聖 請各位議員到議帝禮參會 請各位議員當一起離開會 謝謝 給大會報告 我們現在過半可以開始開了 請市長 好 議長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這個市民朋友 我們先來報告這個 109年度 台北市總預算的第一次最佳權預算案的報告 這個 我們今天這個報告項目 分那個第一次最佳權預算的編制結果 主要有兩筆 一個是廣時博愛園區 新建工程、參建工程款轉換項目 另外一個是漢中街45號一個國有地 有償撥用第一期的架構款 另外一個是災害準備金要增加 首先報告一下 我們在109年度 台北市總預算第一次最佳權預算 先講結論 我們一開始在編預算的時候就是 財務平衡 我們這個稅入是1674億 稅數是1680 不過在這邊因為還有債務還本84億 但是我們移用以前的這個稅跡剩餘117億 所以兩邊是達到平衡 那我們現在要跟最佳減預算的話 我們稅入還是1647 稅數是1674億 那債務還本還是照原來的84.52億 那反而我們這個要移用以前的這個稅跡剩餘 還可以減少 變成111億 不過就是移用比較少一點 剩下的還是留在稅跡剩餘裡面 所以還是不充去再舉債 還是一個維持這個稅入稅出的平衡的狀態 那這次有問題的就是廣時博愛園區 我想這個廣時博愛園區目前正在興建 那總工程會是168.69億 那其中社會局參見24項 他要分擔比例是15.99% 要分擔26.97億 一開始是由這個社會局公務預算 播到這個社發基金裡面 那本來是播18.7億 那事實上因為這個我們的工程沒有進展 沒有delay 所以事實上用不了那麼多 不過我們這一次就是從這個社發基金 18.7億就不要再播了 所以在這個公務局 社會局要編給這個社發基金的18.7億 就拿掉 那大概今年實際可以做的工程大概是6億 所以只要再從社會局的公務預算裡面 再追加6億就夠 所以一來一緩 反而是少掉12億 另外一個是漢中街45號國有土地 本來這一塊土地 因為這個西門町在過去幾年當中 它的變得市面相當繁榮 所以他們一直在抱怨說沒有一個 比方說旅遊中心 或是整個西門町沒有一個公用廁所 所以他們在地的這個協會一直在要求說 是不是要弄個 比方說行動派 特別是漢中派廁所搬走以後 那個地方是不是可以弄一個機動派廁所 還有這個廁所還有一個遊客中心 那有一塊地 總費用是2.23億 那是國產署的 如果要播用的話要2.23億 那我們是打算 今年先播第一期的 109年度是0.28億 那剩下的錢就在未來的時間 在編預算去處理 那我們事實上本來是在西門町 那個入口處有一個建築物 本來說是不是要拆掉 後來說那個就暫時不要拆 那個每年可以收的租金 剛剛來付這塊地剛剛好 所以就那塊建築物暫時保留 那每年收的租金來抵2.23億 等到這個地結清以後 將來那個要不要處理再講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 漢中介45號國有地有償播用的第一期架構館 不過這個是新門町地區的一些商家很期望要有的 所以我們再給它撥在這個追加預算裡面 災害準備金原來編7億 那在之前已經實際用掉1.45億 那麼另外我們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到現在為期其實我們是動之4.25億 所以本來的災害準備金 我們每年在編災害準備金7億 一般都是為了要應付那個台風 所以事實上台風還沒來 這個災害準備金用的差不多了 所以因應這個新冠肺炎4.25億 但後續大概還要用多少 現在事實上還在進行 所以一時間也沒辦法去預測 所以大概災害準備金 我們算一算大概再追加7億就夠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追加減預算相當簡單 第一 債務還是保持平衡 那就是廣時從這個基金 移到這個社會局自己的這個預算裡面處理 另外就是一個漢中街的一個 一個要做一個 那個公用廁所 流動派廁所 舉客中心的那塊地 另外剩下就是 災害準備金 在多邊區域 來應付這個災情 大概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市長報告 接下來請主計處處長 陳處長報告 議長 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議事先生 大家午安 那剛剛市長已經就109年度的 台北市總理上 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的編制結果 那麼已經做個說明 那接下來主計處就做一些 編制的情形做一個補充的報告 那首先第一個 廣時不換延期興建工程的參建工程館 那當時議會在做109年 社發基金的預算的時候 所做的附帶件 實際上有三項 那第一項第二項 我們就今天已經來 依照了辦理 那當時的第三項 是有這樣說明說 過去五年 那麼基金的 帳列的再建工程款項 那麼請市府 會商審計處同意 轉帳制公務預算 那並依會計處理原則 來相互撥補支 那這個附帶結議呢 那麼我們在 在今年的二月 我們主計處有會同社會局到審計處去拜會 那我們的秘書長也有來幫我們加持 那後來審計處也同意 只要今天 只要這一次的追加一下 如果完成法定程序之後 相關的一些財產的余波 相關的一些帳戶處理 那審計處會來協助我們來做做個配合處理 這是第一個做個補充 那第二個呢 那個漢中街45號國有土地的有償博用呢 那跟議會報告一下 那漢中街45號國有土地呢 目前是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在管理 不過這塊地呢 是中央的抵稅地 所以依照各級政府機關 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的有償與無償的化分驗證呢 那他依照規定 我們台北市是要有償撥用 那這個有償撥用的總經費呢 是2.23億元 那我們初步有跟國有財產署有協調好 可以分8期來支付 那第一期是要2800萬元 那再加上那麼觀察局希望這塊地呢 透過預算程序如果議會同意的話呢 那我們來有償撥用之後呢 那因為觀察局說 110年度他要儘速地來辦一些工程的實踐 所以一方面要尊重議會的審議權 二方面也要配合觀察局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辦這次的最佳檢預算 所以還請議會來多多給我們支持 那第三個呢 災害準備金 那這個本來災害準備金是列7億元 那剛剛市長也說明了說我們已經 事實上我們已經動用了 動用5.7億元 那這5.7億元裡頭 其中有4.25億元是用在那個 那個防疫的需要 那這4.25億元 那我們就用4.25億元 因為這4.25億元 今年的2到4億元已經用到4.25億元 那麼我們一估還有下半年的6個月 那我們就用4.25億元 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那剛剛市長也說就是因為 因為颱風還沒來 那我們預估了颱風 還有梅雨的那個即降雨部分呢 那我們就用104年 在災害準備金最近這10年 用的最高的金額 那就是所謂的 104年的蘇迪勒跟渡間颱風 我們用了5.1億元 所以我們就用5億元來框 那不過這5億元呢 因為我們今年的7億元裡頭 我們年度一開始呢 有分配給各機關做開口活躍用 那這開口活躍已經用掉1.45億元 所以我們就用5億元扣掉1.45億了 那我們就用3.55億元的颱風 還有即降雨 我們來框顧這個需要 那現在因為我們整個 災害準備金呢 7億元的災害 目前還剩下1.3億元 所以就用剛剛的5億元的防疫的需要 振興機器的需要 以及我們颱風的需要 3.55億元 再扣掉這個剩下的1.3億元 所以大概有7.25億元 那我們四捨五入 我們是用7億元來框顧 那這邊也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7億元的栽准金 那將來如果用的有剩的話 我們會遇到規定 用剩餘腳褲來方式來處理 以上做個補充說明 敬請議長副議長 就各位議員請來給我們多多支持 謝謝 好 謝謝處長 我們開始就開始 質詢跟答覆 請第一組 楊敬宇議員 時間4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 市長 我想請問一下 您現在跟我們 蔡英文總統的溝通管道如何 沒有直接的溝通管道 就是沒有一個私下的一個 私下的一個溝通管道 就是公事公辦的一個管道 對 好 那我相信市長跟總統 應該對於這次的疫情 所造成我們台灣的一些這個經濟上面 還有我們健康維護上面的一個 共同的這樣子的一個紓困 應該在政策上應該是要一致的吧 對 好 那但是呢 本行呢 接到一個最新的有一份這個公文的回函 他是那個日前呢 我們傳言民進黨 將出戰台北市市長人選的 鄭力軍 這個部長 他對於我們 臺北市的文基會的一份公文的回函 好我們下一頁 市長我們可以看 這是在5月7號的回文 那回文裡面講到說 基金會申請本部博物館 地方文物館 與社區經營的這個營運 跟這個展售等等 他與博回 他認為要是說 這個呢 是屬於我們地方的 所以見景呢 請另尋政府的一個預算的編列 那執行程序 或是以這個行政的調控方式 來處理為妥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我們臺北市所屬的各基金會 比方說像文基會 花博展基會 還有呢 悠遊卡公司 我們知道悠遊卡公司 現在的酷碰券已經被排除了嘛 對不對 這個中央還沒公佈 他到底他們要怎麼執行那個 好那另外呢 在捷運公司這邊已經檢收 從今年到現在已經檢收了11億 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您今天所追加的這個 七億裡面 他是否有對於我們上述這幾項 我們臺北市府 至此所有的一些基金會 基金會或是這個 其他的機構 有作為紓困 有移去做這樣子的作用 用途 錢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是可以 因為基金就是那個錢嘛 不夠還是可以移到命令處理 所以事實上我們目前還在 還在等這個問題 多嚴重 確定再處理 是 市長 你覺得這樣子的基金 我們今天追加這樣子的話 夠用嗎 這裡跟一作報告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頁 我們光從今年的松菸文創園區 從二月到今天 我們已經損失了五千多萬 因為取消了五十七檔的展驗 那預估啊 這也是那個文基會所公布的 九月到今年年底 我們還要短缺兩千四百萬 因此呢 本期有強烈的一個訴求 下一頁 好 我們的訴求就是 我們市府呢 應該積極的將強 跟我們市府所處的各局處來溝通 我們含請中央重新的評估 紓困的範圍 應以天下蒼生為念 不應該分你我地方跟中央 第二呢 我希望我們柯市府呢 提出九大紓困方案的同時 但因為防疫的紓困是否落實 更需要更局處的這個執行跟配合 本席要求 市府應對各局處與各基金會 在防疫上所需的補助 及經費的重新調查 並提出配套的方案 及相關的預算 絕對不能用紓困 對我們台北市民的紓困的追加減 這個預算 來支付台北市府所有的一些局處 所面臨的這個營收短缺的問題 市長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跟一座報告 一座的建議 我們後續回去 會再跟就是各局處檢討 那剛剛提到的部分 其實目前評估起來 對於我們整體的稅入的 我們 我們 好 謝謝 時間到 接下來請王欣宜議員 好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 根據你們剛剛的報告呢 你們現在為了紓困的措施 還有後續的振興經濟的方案 所以希望能夠追加五億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追加預算 好 然後是針對這個 栽准金的部分 栽准備金的部分 希望能夠追加五億 但是呢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不出來也不了解 到底你們這五億要做什麼樣的紓困 然後你們的經濟振興方案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來講 我們這個陳時中部長 他前幾天才到墾丁去採點 被稱為是這個最強業配王 然後去推展觀光 然後我們的新北市長何友宜呢 就馬上力邀陳時中部長到新北市來玩 不知道市長 您有沒有這樣子的邀請規劃 您希望陳時中部長來台北市幫忙推展觀光嗎 其實我們的策略是齁 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解風掉 你知道嗎 我倒覺得這個我們要回到正常就好 因為台北市的金流量佔全台灣 我們有12.5兆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不要去限制它 它自然就會相當正常運作 所以您覺得並不需要邀請陳時中部長到台北市 來一起協助推廣觀光去別的地方就可以了 包括現在這個新北市它可能跟金門啊 跟其他一些縣市啊 都有一些這個策略的聯盟合作等等 那我們台北市都不需要 讓它自然發展就可以了 那個潘孟安縣長是會來台北的 他有一個活動 他前幾天有跟我打過電話 我還跟他講說 拜託這辦下去我們台北市 玩的還是比較多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們事實上台北市還是給它 盡量給它正常運作 所以正常運作就好 您覺得陳時中部長 人家稱他為最強業配王 這個觀光馬上就有這個成效 你覺得台北市不需要邀請他來 由我們柯市長就夠了是不是 他每天都在台北 我請市長回答 其實陳時中部長就住在台北 這已經是最好的廣告 他住在台北就已經是廣告 因為他每天都生活在台北 所以台北沒有特別需要觀光這個 去宣導的地方 只是因為他生活在這邊 他不需要幫我們美言幾句 還是帶他去哪裡玩 跟議員說明我們在國旅的部分 其實已經規劃了 在近期會推出相關的優惠方案 以及剛剛市長提到的 我剛剛我在請教市長 其實我們上半年那些沒有用的錢 你知道齁 下半年還是要 除非我要繳回 不然那些上半年沒有支出的 所以 柯市長的光環就已經夠了 然後我們陳時中部長 還是已經住在台北 所以不特別需要他的地方 我們台北也是自然就可以發展觀光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我們提出這五億元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 你們到底要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詢問了一下各局處 市長 真不好意思 我發現各局處狠狠地打臉你 因為我們問了這麼多個局處 包括這個什麼觀光啦 產發啦 文化啦 勞動局啦等等 各單位的回覆 竟然都是沒有動支災準金 也沒有準備要動支災準金 根本沒有需求耶 沒有需求 你要這五億災準金 到底要拿來紓困什麼 要振興經濟什麼 全部通通答覆說沒有需求 其實是這樣啦 我們上半年很多該支出的都沒有支出 所以市長在各個局處 那你還有五億幹什麼 這樣 如果有需要的錢 我們一定給您 但是問題是 你們提不出計劃來 也沒有任何規劃 像高雄他至少還現在推出了一個 振興購物加年華的活動 然後預估可以帶來33億的經濟效益 我們臺北市到底要做什麼來振興經濟啊 那你要五億要做 好 時間到 謝謝 接下來第三組質詢 由邱薇傑議員 苗柏雅議員 林亮金議員 時間12分鐘 請開始 市長 這邊幾個問題跟你請教 第一個是我們的這個資料 提供給我們和災害準費金的 這個已經動支了5.7億 但是我看執行數的部分 還是沒有到那麼多 其中有一個是有關防疫工作人員的加班費執行數 我看起來執行率是過低的 這邊可不可以說一下 跟議員幫我講 這個執行是按月分配的 那因為加班費是按月 所以現在那個執行是 只有到今年的5月 所以當然相對 可是我們框是框到到今年的12月 到今年的12月 是的 是的 加班費是按月 按月給的 是 那剛剛除了提到 就是我們這一次災害準費金裡面 除了加班費以外 我有看到裡面的附註裡面 有提到說 我們市政大龍總機系統擴充 請問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 這個四百萬 這個跟 這個主要跟我們的災害準費 是有什麼關係啊 來解釋一下 這太細節了 包議員我們這個行動APP 是針對我們的大陸的分機系統 來做一個 假如因為我們因為 居家辦公 或者是分區辦公的時候 所以是因為防疫居家隔離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可以 直接分離的同仁 他用辦公室的分機 可以直接轉機到自己的手機上 來接聽電話 OK 了解 那除此之外 之前我想台北市一直對於這個 我們室友的土地來做減租 針對市場的部分一直都很努力 從三到五月 現在也要再延長三個月 但這邊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有關我們台北地下街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場地 是跟台鐵有重複的 所以這個狀況市長 就我所知 目前有關台北地下街的這個 減租的狀況 目前處理的進度如何 因為就我所知 三到五月 台鐵市沒有減租 等於是這個原價來進行 呃成出的部分 是我們市政府自行吸收 是不是這樣 台北地下街 有台鐵的還有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就是50%的六個月 那至於台鐵這個也是很麻煩 因為中央政府不同的部會 它的減租或是方法都不一樣 對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台北地下街 還是屬於我們台北市管 所以我們不可能一接兩制 好 那我們請 那這裡跟一座報告 就是台鐵局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去文兩次 那台鐵局的意思是說 因為它是跟台北市政府簽約 所以因為我們是政府機構 那以他們目前的辦法來說的話 是沒有辦法剪給我們 那這個今天下午的時候 我們副局長也跟那邊的副局長也約了 下午一定會趕快談出來 那也希望 因為我們也是跟台鐵局表達 就是我們是希望能夠減租 是可以給就是下面那些商家 所以一座提到這件事情 我們會盡快處理 市長這邊 我還是因為我知道說 其實市長處一直在針對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協調 我相信市長你一定很了解 我認為在這個部分 市長我們台北市政府要積極 非常積極的來跟中央堅持 爭取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 在整個紓困上面 從中央到地方 雖然都到地方 有地方的權責各自規劃 可是我們不能再讓這些攤商 這些店家 在面對同樣 我們是台北市經營的這個場館 然後我們是台北市管的 但是呢 卻因為中央的關係 以至於我們可能 就沒有辦法享受到這個 同樣也是台北市紓困減租的方案 我認為市長在這個部分 我們要踩穩腳步來跟中央爭取 市長可不可以跟我承諾 有沒有市長有沒有跟中央談過 這個該處理的 今天下午就去 我們會趕快來處理 OK 那另外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我們口罩販賣機的經費來源 是哪一個預算科目 口罩販賣機好像沒有花錢 沒有花錢啊 所以是在我們原本的年度預算裡面 不是 因為目前口罩販賣機是屬於那個智慧城市辦公室的示範 場域測試的示範計畫 所以是在我們智慧城市向下的 所以我們跟這一次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說在這一次的防疫期間裡面 把智慧城市這件事情跟口罩做結合 是不是 是 它本來就是在一個示範計畫裡面 在示範計畫裡面 OK 好 所以我們其實過去 那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原本智慧城市 今年度本來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我們今年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這個錢拿來因為防疫的關係 我們跟口罩販賣機做結合 但是我的問題是說 有沒有擠壓我們原本想要在今年度執行的政策 因為我們 我的問題只有這一個 對沒有 包括一個沒有 我們今年度本來最重要智慧城市 我們最大的目標 市長我們今年度的最大執行預算的目標 智慧城市今年度的計畫是什麼 我們今年推出的那個 1加7的領域架構裡面 我們在5月的時候提出那個提案報告 已經有22項提案 然後向外徵求解決方案 所以這部分再繼續繼續 因為市長在推行口罩販賣機 也這個讓全台灣都非常的關注 但是問題還是在於說 這既然我剛剛所聽到的 剛剛是我們這個智慧城市這邊 向下的預算 但是在預算上面我認為 如果有擠壓我們台北市的 任何的執行進度 我覺得這是不樂見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也請資訊局 將我們今年度智慧城市 目前所執行的概況 以及目前執行的預算數 跟質詢率提供給本席 好 沒問題 謝謝 好 市長你好 我是那個 我想請問一下 關於這個藝文場館解封的問題 就是目前我們知道 就是因為現在可能疫情已經比較趨緩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的我們的大方向應該是 要讓各種商業活動 跟運用活動 逐漸的活絡起來 那所以呢 依照中央目前建議的做法 就是如果 你能夠保持社交距離 或者是可以全程口罩 實名制了的話 那一文場館應該都是可以 逐步解封的 我想這個大方向 應該也是同意的嘛 對不對 對 OK 好 那小巨蛋也比照同樣的規則嗎 小巨蛋 這個可以暫停一下嗎 如果他們還需要思考的話 小巨蛋 市長也包括我們小巨蛋還在考慮 因為 現在的檔期其實都是以前別人的檔期 所以這個檔期是原來就有人定好 那我們如果現在開放的話 到底是要給原來的檔期的人 還是要開放新的 這個是需要討論的 了解 但我現在所知道的一個問題是 其實絕大 因為其實小巨蛋 我知道大家考量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量體非常的大 他一進去可能就一萬人 就算是減半 也可能還有六千人左右 所以大家考量是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也因為他量體很大 對於很多業者來說 很多藝文團體來說 如果他承諸這個檔期 他們很可能從一年以前就開始籌備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十一月寬虹 他們就有一個一檔表演演出 總共做二十場 然後呢 在這個小巨蛋這邊 可是事實上 他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如果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說 因為連續二十場的活動 他們現在就要開始售票 不然他們票消化不完 即便是用六千人的角度來看 而他們為了準備這個活動 他們一年前 已經放了一億元的現金在這上面 對於他們來說 這幾乎已經是生死存亡的一個狀態 如果 他只有兩種情況 一種如果要讓他辦的話 你就要給他時間去準備 也就是說 要給他售票的時間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一兩個月內決定的話 會對他們營運造成很大的困擾 第二種情況 如果真的不讓他們做的話 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答覆 他們現在還來得及 跟國外的表演團體說 對不起我們這個表演要取消 可能有些款項要退回 這個東西如果市府不及早做決定的話 對於很多議員團體來說 很可能就立刻會造成他們營運上的 重大困難 甚至直接倒閉 請問校市長 你可不可以好好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不過報告議員 從我個人醫學的專業 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解封 但是要先保留一樣 隨時會收回來 因為疫情你知道 如果我們的專業經驗說 疫情11月會反覆回來的話 我倒覺得這段時間 我們會很快解封 就是大家正常過生活 可是萬一從韓國跟日本的經驗 如果被突破的話 他還是很可能很快就社區感染 理解 所以也就是說 坦白講 現在你跟我講說 11月的表演 也有可能到前兩 前五天才被下令說要轟住 所以這個風險還是在 我沒辦法去處理 市長我了解你的觀點 但是我覺得對議員業者來說 其實如果今天連像寬虹這樣子 對於這個市場上 可能是第一第二名的廠商來說 他都已經面臨像這樣 重大營運的危機了的話 我認為如何解決他們的困難 我認為是市府 必須想辦法解決 做到的一件事情 辦或者是不辦 這個東西 我覺得必須要及早給一個答案 那我也很感謝文化局局長 其實他們之前提出了一個 就是減租的方案 但是減租的方案 我這邊提醒一下 我目前遇到很多議員團體 絕大多數都看不太懂 目前的這個減租方案 到底它是怎麼規劃的 所以我們有去詢問過 我們覺得這個大方向沒有問題 我們也覺得規劃方法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呢 在敘述的文字上 跟解說上 可能要做得更完善一點 好 以上是我的問題 我們再把它說清楚 因為我也覺得有點凹空 不好意思 時間暫停一下 我請這個市長和勞動局長 院好 市長好 你的千人防疫就業2.0的執行成效一直不太好 這個市長你有掌握狀況嗎 我知道 一半而已 你知道 那你看一下那個現在螢幕上 我幫你算出來的 你的千人防疫就業 一直到目前呢 5月26號為止 你的達成率甚至都還不到三成 錄取的人數 雖然你職缺數一直在增加 可是你的錄取人數 始終都突破不了三成的大關 市長 你有去了解一下 這基本上是什麼原因嗎 因為那個錢只有1.0的一半 我們在想說 能不能兩個2.0去換一個1.0 你覺得錢只有1.0的一半 言下之意是覺得錢太少 所以來申請的人意願不高 是這樣嗎 我認為是這樣 你認為是這樣 可是實際的數字告訴我們不是這樣 千人防疫就業2.0 他兩萬多 來申請的人數其實不少 對不對 勞動局長你有沒有掌握 我知道 對不對 來申請的人這麼多 重點是在於 為什麼你會刷掉這麼多人 在我看來 我有去了解 千人防疫就業2.0的工作內容 其實都不是太複雜 就是比如說在這個市場的門口 跟大家宣導說要戴口罩 幫大家量測體溫等等 可是呢 你實際上 來了1500多個人來跟你應徵 結果最後你錄取的人數 一直到現在都不到500個 這是為什麼 公公議員報告 第一個會來參加這種部分工時的就業 一定他本身就有一份工作 第二個就是他到了這個工作地點之後 他覺得不適合 或者是他在面試的時候 他認為不需要 他就會再回來 再重新再去找其他 他適合的這個職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不是你刷掉了 是你要錄取他 他們是有自己選擇的一個 就是說我們會提供職缺 然後讓他自己先去選擇 他要去中央部會的 或者是市政府提供的職缺 第二個他還可以選擇 他要他要的實 他還要配合他自己的工作時數 等一下我釐清一下狀況 所以他們是選擇去了中央部會的職缺 不來我們台北市的職缺 還是要看完全部的職缺之後 覺得他都不要 不一定有的比較喜歡去中央 有的喜歡就近他的住家的地方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來應徵的人其實不少 但最後成功上工的人 表示需求是存在 但最後成功上工的人 卻一直都是這麼少 可是議員你要知道 我們台北市議員在3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所有的議員也建議市長 要超前部署在1.0我們就先推出了 事實上這個1.0 如果換上了2.1的時數 我沒有問你問題你為什麼自己要在這邊插嘴呢 對不起 我沒有問你問題你來佔用議員的資訊時間 剛來市長有很多時間可以發表他的證件 我今天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很簡單 千人防疫就2.0 如果是不符需求的話 那這個錢不要一直掛在這邊 你要跟我們市議會要錢 或者是說怎麼樣 你的計畫要真的對症下藥 那假設說你覺得這個計畫有對症下藥 卻一直執行不出來 那在15的第一線執行當然是有問題 那這個很簡單的題目很多議員都提醒過了 到現在還沒有讓他具體的改變 好時間到謝謝 下一請第四組質詢 由陳振中議員 林國晨議員 李慶元議員 徐立信議員 時間16分鐘請開始 市長 我們看到我們到截至520為止 我們災害準備金原本是7億 那用在新冠肺炎已經花了4.25億 那災害的救治的這個業務呢 防救的業務有花了1.15億 那現在只剩下1.3億 那想就教於市長 以您的專業 你覺得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大概以你的判斷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喔 台灣已經超過30天喔 沒有本土的感染喔 坦白講 至於後續是取缺於邊境管制 所以我們一直在 老實講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作為地方政府 一直不知道 中央政府那個邊境管制的政策是什麼 如果他很清楚跟我講 他邊境管制的政策是怎樣 我一定可以做出相當精確的回應 現在關鍵是 我不曉得他的邊境管制政策 那請教市長喔 那中央他下禮拜就要解禁了嗎 那你覺得像這個 您現在也沒有戴口罩嗎 你現在有需要再戴口罩嗎 我跟你講喔 如果邊境管制相當嚴格 甚至說如果入境一定隔離14 要個檢疫14天 坦白講現在台灣不用戴口罩 不用戴口罩 那市長我請教您喔 我們台北市有推出喔 口罩販賣機2.0版啊 那現在齁 就是大家在質疑就是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人力 設了這個口罩販賣機 我跟議員解釋一下 到現在為止 口罩販賣機沒有花台北市政府任何錢 它是一個示範計畫 還廠商自己來做實驗 示範三個月嘛 我了不起就是幾個志工陪他 就這樣而已 所以很多這種外面媒體的 我覺得那是亂打誤導 到現在為止 台北市政府沒有花任何錢 在口罩販賣機 沒有 那你覺得這個示範三個月之後呢 還是說現在因為中央解封了 是不是要停止呢 我跟議員報告 那個廠商在台灣示範 它最大售獲是什麼 它賣到日本跟其他國家去 因為其他國家需要這個技術 是 那因為在示範的過程裡面呢 這個口罩是一個防疫物資 所以當時我們跟中央界階的那個技術整合 其實是那個廠商非常需要示範跟驗證的一個技術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一個實驗跟驗證的結果 對廠商後續的商業發展 跟新創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好 那我就反過來就 就也很關心 市民很關心 那這樣口罩販賣機 到底還會不會再存在呢 這個是這樣啦 它示範這個技術存著 我跟你講喔 不要現在看台灣沒事 如果疫情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還是會搶口罩 所以這個 坦白講 在未來兩年內 在疫苗還沒發明之前 我們永遠在一個威脅當中 所以隨時都有可能會再出現那個 強口罩的局面 所以這個可能會持續兩年 口罩販賣機嗎 我們技術就留著 其實那個也沒有花什麼錢 技術留著這樣而已 所以就是可能在未來 再次情況再來處理 對 好 時間暫停 謝謝請回 好來市長 來請主機處 鄭處長不要下去 來 那個廠話局 你好 來先起來一下 來觀傳局 劉局長 我們 黃富 不用起來了 你不用起來了 因為你最近很辛苦 來 市長 我想今天啊 最主要我們這些 追加預算的報告 當然也報告的很詳細 也只有重點幾個項目 可是本席啊 比較關心的 就是災害準備金 增加區域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 我不曉得 市長你們現在大概 有幾項的匡列 好幾項匡列 也就是這裡面 除了防疫紓困措施之外 後續的振興方案 也放在這裡 所以 你這裡報告裡面的 後續的振興方案 也會用到這裡的錢啊 也要用到 所以 我要了解的 就是除了紓困以外 防疫以外 來用在災害準備金 我們要釐清楚 到底後面的 振興方案的部分 有沒有放在這裡的錢 那這個部分 我想 本席要了解一下 主計處 鄭處長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是 最主要是防疫跟紓困 那振興進去 我們也有框進去 但是因為這個數字 我純粹是預估的 說真的我們沒有說很準確的預估 好 那說實在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本席認為 我們這裡 好像 振興的部分 是好像 匡列的是比較少的 因為振興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也知道我們台北市 跟中央防疫做得不錯 這點我想 全國任何人都覺得我們防疫做得不錯啊 可是 你看看中央的紓困 我們台北市的紓困 減出啊 我們還緊攔有戲 做得還不錯 可是 中央的紓困啊 是一團亂 只有 很簡單 職業工會領三萬的 欸有的有 有的沒有 大家罵了 狗血零頭 我相信陳局長 也都了解 那另外 很簡單 就是申請一萬塊的 那區公所才慘耶 才慘耶 把所有的麻煩 丟給地方政府 當然 也不是只有我們台北市政府啦 所以 丟給地方政府 結果 欸 要了一萬塊錢 好像身家調查 一樣 要調查的困難重重 可是 欸 給產業的補助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形容 紓困啊 紓困啊 一團亂 但是現在啊 就是振興 產業振興 那就更難了 所以啊 鄭處長 你一定啊 這個部分啊 一定要列入 因為到最後 這些追加預算 當然 我想 我們議會同仁 也不會去苛責 這些 欸 那個 災害準備金 這些 這事都是無奈 一個是用在天災 一個是在用在整個黃毅 無法抵抗的這些疫情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個人的看法 你們現在 匡列七億 你們是不是 還是要重新 不要有第二次的 還匡列在匡列 所以 你一次就要把它做好 不然的話 好 那個林局長 還有那個 劉局長 你來說看看 你這個 旅館產業 觀光產業 以及我們各種 我們各種 這種 那個紓困 振興 你拜託 劉局長 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去做到 這些 跟議員說明 對 在議員 防禦旅館的部分 因為現在 已經有開始在考慮做 後續退廠機制的規劃 因為 許多旅館已經要開始 針對 官方局已經在近期要做 你要怎麼做啦 防禦旅遊的 防禦旅遊的部分 已經預計在兩週內 我們去推出 怎麼樣去給人家振興嘛 是我們搭配商圈 有推住宿 送相關的這個 搭乘像關巴的票券 還有101的票券 以及住宿可以抽獎的活動 這個已經跟 商圈跟旅館業者已經談 一段時間 我們會在六月中旬來做公布 來推這個 好 我問你一個敏感問題 劉局長 請問你匡列多少 或者公務預算可以支援 我們都是用公務預算 來做相關這個補助的規劃 但目前沒有一個詳細的數字 因為 跟議員報告 在數字部分 我們還要看 如何去搭配中央的一個補助 因為中央已經有推 自由行跟團體課的補助 這個部分也是給地方政府來做執行 所以我們要看 中央能夠給我們多少預算 我們再去做 劉局長 不是只有用講的 不是只有用講的 我個人來講 你對台北市的觀光啊 根本做了亂七八糟啦 你現在要有一套 既然柯市長想要去再振興這一塊要去做 你不是只有用講的 講的多做的少啊 是不行 所以劉局長 我跟你講 不是說你現在如果 我敢跟你打賭 如果你用你的公務預算 可以把旅館業觀光 把它做振興起來 我告訴你 我就跟你打賭 你敢不敢 不要說那些 我要問題 突顯一個 你到底在這七億當中 你匡列多少 你要做什麼 這些東西很重要 我不要你回答 是 因為你回答也沒用啦 你講很多啦 但做很多啦 我坦白跟你講啊 為 所以我進來議會觀察你啊 你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讓柯市長知道 這一塊觀光 不管是旅館發展也好 不管是觀光的促銷也好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要拜託你 你既然有這麼理想的做法 你要把它匡列出來 公務預算用多少 在這個準備金的預算可以用多少 才能促進台北市的觀光產業的發展 說實在啦 人家各地區 縣市政府 不管是台中也好 人台南也好 我跟你講人家都鼓勵 鼓勵什麼 你到我這裡來 我是有什麼回饋運動啊 或什麼東西 人家現在是 說一個無數而已 已經搶搶滾了 可是我看到我們台北市 我不曉得市長他有沒有跟你報告 可是我沒有看到 是真正針對觀光 以及旅館的輔導的這等等 是很熱衷的去把它做 都知道 一天過一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跟你說 代替市長多做一點事啦 有時候觀光的點子 是很重要 是 好那個林區長 我跟你說 你這塊當然是很困難啦 因為產業要發展 產業的面是很大的 但是 直接受害的很多產業 像 餐飲 像這個旅館 像一般 像美農美華 那當然也有產業 產業啊 像昨天我執行 我就跟你講 也有產業啊 是 生意很好的 那這些該不輔導的 當然就不輔導 可是產業 確確實實 慘慘慘可形容 那我也不曉得 我們林區長 在這個 當然因為你平常做這些啊 什麼這個這個產鞋啊 或什麼這些 當然做得還不錯 那在這個 這麼困境的情況之下 你在這個部分 你準備匡列 公務預算多少 那我們紓困這個預算有多少 我們現在除了這個 可以再應用 因為你要去追加其他預算 說實在 是比較懶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做法 這邊跟議員 報告分兩部分 第一個我們利用公務預算 大概七千多萬 針對商圈夜市 整個活動會 其中在六月到九月 都已經由商業處 跟市場處 跟這個商圈夜市 都談妥活動 會陸續 從六月開始展開 那另外從這個市府的動物裡面 我們拿到五百萬之後 這是為了配合中央的振興券 那我們會用加成加倍的方式 來去號召至少一千家以上 特約店家 那有一些特殊配套活動 那因為中央的這振興券 預計是六月到七月 一個人是大概三千塊 那我們等於是透過這個方式 再做個店家的 號召加成的一個擴張效果 所以在預算上 大概兩筆比較大 一個就是公務預算 我們大概匡列的七千多萬 那這是把集中在上正月市 最佳預算的部分 你沒有用到嗎 最佳動二我們用到五百萬 那是搭配證刑券 其實因為林議長是這樣 因為我說實在 市長其實是要把台北市 不管是產業觀光等等 他是想要把它做好 我在想他所有的報告 跟所有的市政報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當然是有理想 可是遇到這些疫情 說實在的 產業的 一開始防疫沒問題 然後紓困亂七八糟 接下來振興會更難 所以沒有錢 有時候是做不了事 所以市長 其實你的局處長 當然就是在協助你啦 因為他們是政務官 所以要替你分憂解僱啦 不是什麼事情 是應該要急促提出一個 正新正確方案 讓你去做選擇 你想很簡單啊 高雄 不管怎麼樣 這個鬧成那種樣子 人家也在提這個什麼 抽獎活動啊 什麼叫做 振興嘉蓮華啊 那個誰 這類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官傳局 或者我們產發局 當然因為它是特殊產業 也不是說提出來就提出來 那其實 我發現到一個問題 其實 有很多產業 林局長不曉得知不知道 欸 我也覺得很奇怪的市長 欸 比較利益的喔 比較利益的企業主喔 他申請 這種紓困產業喔 欸 在過的紀錄都很高 啊你如果比較難的喔 哇都心情不過 那很奇怪 那這個部分 我要拜託我們林局長 因為我們本席給你提供意見以後 你就要去針對這些 不敢講弱勢 是不是西域被打壓的這些 我們要特別去關心 我們有能力做多少事 那我們要去做 確實是存在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覺得說 紓困啊 亂到底 真的這個亂 不是我們台北市政府啊 事實上 有很多人到區公所 不是罵局長 就是罵市長啊 到最後他說 欸 那台北市有夠亂 我說那不是台北市亂啊 是 中央要做 你們就要先跟中央說 沒事我上電視 我就叫陳時中 要跟六都的市長 要做什麼事情 先讓他們知道 他們位已籌謀 你不是 今天宣布 欸 下午兩點宣布 明天要做 你們怎麼來得及 所以到最後解釋以後 確確實實有很多市民朋友 他也是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市長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特別要給你建議啦 你不要只有還錢的市長 當市民需要你的時候 你應該也要花錢的市長 所以說實在 不是亂花 而是現在他有這種需要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整個災害準備金這個部分 如果你問我個人來 來抗法 七億夠不夠 如果防疫 那當然有一定的標準 但是如果你要去振興 也要放一部分的錢在這裡 市長 我感覺不夠 所以 我是提供這個意見 給市長 那當然 也不可能全部 讓大家都很滿足的 這些振興 來靠你自己 當然中央的資源 你要善以家用 加一點點 這樣就是有必要 所以市長 這個部分 我是給你建議 你不知道有什麼看法 對啦其實 其實我們最近在思考 我請陳志明 來是做一個統籌 我們現在叫做 防疫紓困陣型 其實更精確的講法 是防疫紓困轉型 因為在這個疫情之後 整個政治經濟的社會模式 都會改變 所以在這個疫情當中 有很多產業當然是虧的 但是倒過來 還是有些產業賺 特別像很多 那個早餐店還逆勢成長 物流業 像Netflix 它的業績也成長相當多 所以應該是 也許在這個 我們現在也在 要開始要辦 一連串的產業 產業的這種座談 開始要蒐集這資料 就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產業 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 所以是這樣 因為我們上半年 還是有很多活動沒有辦 所以實際上每個局數 現在如果要做 他在原有的預算 挪動 下半要做的是沒有 要做什麼廣告 就是說那些活動 接下來請第五組 王花議員 那個是我跟市長的事 所長完就不用上台了 市長 你是一個很在乎 預算跟金額的首長 對不對 對 你在剛剛你自己做報告的當中 你第一段談到的廣值 博愛圓序當中 你報告出來幾個數字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邏輯上有問題 那 表示說他們 他們本來匡的那個預算 今年沒有罵執行 不是 你很簡單 我少掉12億個 你現在狀況來講 你當時匡了18億 也在你們台北市政府 過五關斬六將 結果 經過我們發現你們偷雞摸狗 用社發基金去編公務預算 要你改正了之後 你重新仔細檢討 你才發現 喔 我多編了 12億 你是一個這麼在乎錢的人 你竟然可以允許你下面這些首長 做這種事情 你在這裡報告 你不覺得你該臉紅嗎 這個 這個的確 事實上他們今年的工程的那個 施工量達不到 18億 對問題 那你當時為什麼要編這個預算 所以很簡單 你的小氣 他們不能夠體會 可是問題是 你的小氣 我們最近在法規會審一個案子 這個過程當中 就充分體會到你的小氣 你自己送來一個健保 老人補助的自治條例 結果呢 我們法規會上個禮拜 審到一半 卡到一個關鍵點 因為 你現在擔心中央健保費率會調整 因此可能會增加你每年多一億多的預算 你都會斤斤計較 希望台北市政府給你 台北市議會給你開個後門 讓你每年自己來定定支 那一年才一億多 你這一筆預算 一浪費 就是18億 被我們退回去 叫你重新編 你才發覺你可以減少12億 孰輕孰重 將近50萬的老人的健保 一年多一億兩千萬 你斤斤計較 這裡有12億 你眉頭都沒有皺耶 市長 這有直播 還有電視 你去對台北市這50萬的長者 你給一句話吧 這個我們現在65歲以上 全部健保給付 要20億 但是我們有估計過 因為我們老人的數量 在未來幾年會增加相當快 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不是只有台北市 台北市 台灣是特別嚴重 事實上還有一個不可測的因素 健保費可能會調整 因為他的準備已經用完了 這個醫生 過去的五年十年之內 健保費除了一個二代健保 沒有動過本文 這一次陳世聰想借著這一次 疫情的名氣想要動 但是動多少 我們現在都是在未在之天 因為執政長他可能還要考量 所以我提醒你 錢的運用上 你既然這麼在乎 我接下來要問你第二件事情 你針對著漢中街這件事情 我來問你一下 這個案子督審了沒有 這個督審 還沒有 請問你 你督審沒有了 第二件事情 那你肯定沒有建造吧 這個還沒 那我請問你 如果既沒督審 二沒見到 你急什麼 你不能在今年年底 送正常的預算來 為什麼要在這裡餘木混租 這個 後面的後面要怎麼做 市長 我跟你講好不好 我都不談第三點 第三點因為為什麼 摘準我覺得 剛剛主機書長講的很有道理 我就算給你奇異 你用不完你還要腳褲 這個部分來講 是為了做救命的錢 我沒有意見 可是這筆錢 你編個兩千八百萬 我請問你 不能在今年年底來編嗎 為什麼要混在這裡頭 餘木混租 有人那麼急嗎 你說 我只是為了蓋個廁所 沒有沒有 花兩億多去蓋個廁所 西門町不能上廁所了嗎 這是這樣 因為這筆錢的錢是用另外一個租金 我們都算過了 所以這筆錢 你講的東西 我其實基本上我精神尊重 但是我覺得你不尊重法律跟制度 這筆錢可以循正常制度 在今年年底邊預算來 我們在下個會期幫你好好審 也不見得會不讓你過關 可是你為什麼要夾帶在這個裡頭呢 心態可疑 我告訴你 這是我唯一對你的評論 就是在這個預算當中 心態可疑 不能這樣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第六組質詢 由李放如議員 郭兆元議員 胡市政議員 耿溫議員 時間16分鐘 請開始 好 那個一樣 因為時間有限 這其他首長不用上來 我跟市長討論這理念的問題 今天都在講這個紓困 市民有難 市長 市政府就要來幫忙 要來紓困 來看一下我們柯市府 柯市府的紓困呢 就這四個字 換寡 不均 又換寡又不均 剛才很多議員都講的不夠 又不均 來 看一下 我們整理出來 市府提出來的 這個產發局有多少紓困 官傳局 社會局 公運處 救福處 然後減租 水費 降稅等等 就算把災害准病 災害准病已經是已經編好的 不是額外 加進去的話也才十八點三八億 市長我們上次就講過 你知道誰沒有照顧到嗎 很多需要的市民沒有照顧到 很多需要的市民沒有照顧到 來市長你覺得誰沒有照顧到 請議員指教 不知道 來 打一下 下一頁 勞工市民 小店主 無薪假的市民 失業的市民 我們臺北市政府 這裡面沒有照顧到 沒有照顧到 花了十四點三億或者是幫你多算一點十八點三八億好像很多 結果 結果咧 市長 所以我為什麼說跟你討論理念的問題 你 五年來五年你還錢還多少 你 你洋洋店裡還錢還多少 這個是這樣 來來來先等一下你等一下再講 來 來下一張 你看看你還了多少錢啊 要你紓困 小市民 這麼慘 我們每天議員在外面跑多少小市民跟我們講 這是真的難過啊 房住交不出來 紓困這麼難 台北市就是這樣子 照顧這些 雖然不是說一定大企業 稍微你要有一點資產的 才照顧得到 真的要照顧得不到 我就想到 你還錢還這麼多 還錢還了五百七十億好得意啊 把老百姓的納稅錢繳得歸費 拿去讓你成就你還債的民生 那結果現在沒錢啊 還有錢啊 有錢你拿這麼少出來 你怎麼累得起 這是這樣啊 如果有缺的很明確的是誰需要 我們會 中央也公布了無薪假的 市民 勞工的市民 失業的市民都需要啊 下一張 看一看人家 新加坡 雖然是一個 國家 但是他也是個城市 他的紓困措施 一千億新幣 約兩兆台幣耶 新加坡 另外還每個人發 1.2萬台幣 來澳門呢 他才67萬人 他的紓困措施呢 約一千億台幣耶 一千億台幣 另外 他一千億台幣裡面他澳門 永久居民可以發三萬七千塊台幣 非永久居民發兩萬塊台幣耶 你看看 你錢拿去還債啦 你自己洋洋得意 我柯文哲很會還債 其實喔 財政這樣子不是最好的財政方法 來下一張來講講一個給你看 這一支要跟你講的 澳門的財政司司長就說 他現在有五千七百多億的財政儲備耶 是二十年來所累積下來的 市民的血汗錢耶 這樣知道了嗎 那不是你的錢啦 那人大家收起來的 大家落稅 落出來的錢 還給我拿去海籍 海籍你一個人好得意 啊我柯文哲還債 看看人家把錢留下來 市民的血汗錢因為有充分的儲備 才能在疫情期間推出多項資源措施 一千億啦 一千億啦 啊我們給市民多少 十八億啦 然後你自己還債還了五百七十億啦 好得意喔 回上一張 看看柯市長 還債的金額 給大家看看 下一張 市長的金額 市長真的要檢討啦 小市民需要你的幫助啦 好來最後一張 政府的盈餘拿來還債 不是最聰明的財政措施 理想的是你借錢還利息 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才來造福市民 你拿納稅人 繳費的錢 去成就個人還債的民生 市民需要的時候 你只拿出十八億 這樣的理念喔 留待市民來評價 好謝謝 各居住所長喔 這邊呢 首先我要那個 請教一下市長 在這次我們台灣的疫情喔 其實都有很好的控管 我們人數也都一直都是零 那其實我們都一直都謝謝 我們的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那在這邊呢 我要站在第一線防疫人員 要說聲謝謝以外喔 請問一下我們市長 台北市第一線防疫人員的津貼部分 我看到了在這邊有的 災害準備金喔 有0.28億 現在到底發到他們身上了沒有 這個是按月在發的來 防疫人員呢 他們現在遲遲都拿不到這一筆 這個要到中央核定 對 我們沒辦法力求 我們沒辦法去爭取啊 因為現在防疫人員 我們知道現在疫情 雖然已經減緩了 我們或許會覺得 他們現在的burden不夠送 我們的文已經送到中央 中央還沒有核定 核定下來我們覺得 立刻發 我們明政局每天都打電話 希望我們的中央 能夠趕快批准下來 來慰勞我們的第一線防疫人員 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 這個疫情什麼時候 還會再回升 當然因為我常常會覺得 事情都要防範於未然 那我們不要鳥進工廠 這些第一線人員 他們做完了事情之後 好像這件事情就無期而終 我相信有很多議員 提到第一線防疫人員的 金額補貼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市長好不好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 努力爭取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去中央 我們每天都打電話 結果中央的反應 還沒有回應 都不回應 他是說有很多職工 是勞動部要省的 所以內政部不幫我們省 所以他們兩個單位還要去 都會耽誤一下 了解 好的謝謝 希望這個地方及時 可以趕快下來 然後來鼓勵我們的第一線防疫人員 因為未來我相信 如果我們邊境開放之後 這些防疫人員又要開始忙了 那講到的防疫人員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什麼 防疫旅館 那這邊我要提到 就是說目前有24家加入 那現在防疫旅館 他們遇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現在已經漸緩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個國旅 他們想要趕快搶這筆生意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是有可能這些疫情 可能未來還會回生 他必須要站在我們台北市 做第一線的防疫的 最後的補強跟後盾 所以我想要了解的部分 就是說 現在針對防疫旅館 第七項 我們只針對補助居家隔離 檢疫者入住旅館 對不對 他們一天有500塊的金額補貼 可是 針對防疫旅館 我們這邊似乎 好像沒有任何的補貼 這邊有寫一個 辦理本市防疫旅館補償計畫經費 我們這邊編列了335萬 始終沒有執行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中央已經有給全台各縣市政府 在防疫旅館補助 可是我們台北市的態度呢 因為中央給的部分 我們還有一些經費可以用 因為我知道 中央每日補助1000塊 這是補助給旅館的部分 我知道 因為我看過很多新聞 這邊當初 我們都是打電話去拜託他們 對不對 說好多國外的小朋友回來 拜託拜託加入 我們當初是怎麼求別人的 那我們現在呢 他加入我們防疫的一環 我發現我們台北市政府 只針對入住者 可是沒有針對 防疫旅館 有做任何的補貼 在這部分 我想要請問一下市長 有沒有辦法我們這邊 補助房屋稅 或者是鼓勵他們 房屋稅中央已經有針對這個 房屋稅跟地下稅給予 旅館減半 旅館他們都有兩個選項 一個選項是說 要不就是直接申報 我們有其他的那個樓層 都沒有去經營 這邊有144家 所以相對這是比較優惠 大家都會想要選擇 就是我們降低我們的稅收 而不去加入防疫旅館 所以我意思是說 有沒有辦法能夠 讓他們有更多的誘因 跟鼓勵 來加入我們的這樣的 一個防疫的第一線 因為房屋稅必須要 一月的房屋稅我們不能自己降 那必須是中央 中央都是補貼 我們目前台北市的防疫旅館 是降水費 水費我們給它打五折 對 除此之外我們沒有直接 目前是因為我們補助的 補助那五百塊 其實就是住相關旅館的業者 對 那個不是直接補貼 直接到他們的手上 沒有直接補貼 因為他們的狀況是 因為他們也認為說 只要有客人入住的話 只要我們能夠符合成本 他們很願意配合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研議一下 這個我們可以研議 來瞭解一下就是說 因為真的他們現在也是卡在一個中間 確實優點是可以確保他們的客員 可是到現在這個地步 其實國旅已經回溫了 很多的民眾 大家都是非防疫旅館 全部都爆滿你知道嗎 所以那些防疫旅館 他們現在退場機制 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問題 那是他們很多防疫旅館的那個 營業想跟我們講的 是 跟音樂說明 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防疫旅館 我們都有去了解 有沒有想要做退場專心的 現在可以幫我們再去研議一下 讓他們得到實際的鼓勵 好不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市長想問一下 外交部長 吳釗燮27號 他接受美國FOX的專訪 他指出 北京政府將推動港版的國安法 那認為下一步有可能武力動臺 那怎麼看一下吳部長這個說法 我們雙城論壇 有沒有可能會延遲 還是會影響到我們的雙城論壇 雙城論壇 是兩邊兩岸城市的交流 原則上我們還是會辦理的 當然現在疫情你知道 兩邊都不通嘛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兩邊還在商量說 如果人不能過來要怎麼舉辦 雙方還在就這個技術上還在討論 好 謝謝市長 市長這個編列的這個災害準備金7億 那目前剩下1.3億 我相信議會都願意支持市政府 這為了因應未來5到10月的防汛作為 以及防疫之後的一些輸口 振興所需要的相關的 災害準備金的一個追加 你只要並列是合力 可是讓人家非常擔憂的是 在我跟各局處索取相關的 振興方案資料的時候 除了商業處跟市場處 為了配合中央的這個库碰券的發放 有這個動用這個二杯金500萬 在這樣的一個規劃之後 就再沒有相關的任何的 振興的規劃了 我問你們所有相關局處 沒有一個人知道市政府 到底未來打算怎麼做 也就是你市政府要向議會追加 7億的這個災害準備金 就是短短的這幾個字 什麼規劃都沒有 好 早在4月的市長的 市政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就有跟你提說 因為中央的這樣的一個 紓困振興作為 這都是一把抓 然後呢跟我們地方 縣市政府呢真的是不服所需 我說要自救 你要趕快提前部署 要自己來提振興方案 可是現在已經是五月底了 很多的行業都在苦撐 如果六月他們再沒有相關的協助 坦白講很多就會垮掉了 我要講的是 我必須為民眾的權益把關 你叫我們就這幾個字 然後沒有任何的一個相關的 振興的規劃就給你7億 說實在的我們真的很擔心耶 我們很擔心台北市這些產業 他們怎麼樣存活 你想想看今天下午 備受中央寵愛的這個桃園市 他們呢也擔心這中央库碰券 發放的一個進度 他們也宣布說要加碼 加碼發放五百塊錢的消費券 那你呢 我要再強調的是 市議會絕對支持市政府的相關的防疫作為 紓困也好振興也好 絕對支持相關的作費 作費用 可是問題是 我們要看你提出一個具體的計畫 所以市長 我覺得你還是先趕快提出 相關的振興方案的規劃吧 因為到目前為止 真的沒有一個局處知道 到底市政府還有哪一些振興作為 好 另外呢我要再跟你講 為了因應西門 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位的需求 觀衆局規劃在漢中間 四十五號設立遊客中心 如果規劃真的能夠符合 在地的商圈需求 我們絕對支持這樣的預算 問題是市政府的觀衆局 是以意孤行的 你漠視地方的需求 然後還騙我說 你們跟地方已經溝通好了 那一次我一直在跟你反覆追問 你們才像擠牙膏似的說 啊對啦 是不符合商圈的需要 我跟西門町邊緣很深 因為西門町能夠有現在的發展 那個時候是真的是我母親召開跨局處的會議 把這邊做為專區發展 再加上後來的一些努力 創會的理事長 歷任理事長 坦白講都是我爸的結伴 你想要騙我 真的莫名其妙 在上個禮拜 商圈的歷屆理事長 跟現任理事長才告訴我說 他們的一些訴求 你們都不同意 包括第一個廁所的部分 我們絕對尊重跨性別的需求 可是遊客中心就會來自各國的遊客 風俗民情不同之下 坦白講 如果你沒有設置 只是設置一個友善廁所 很多人不敢去上 這個他們跟你們反應你們就堅持幾件 不肯同意 所以我覺得市長 這個地方不曉得他們是跟你沒有講清楚 真的 第二點我要再強調 關於規劃一樓到四樓的那個透明的樓梯 這個協會是堅決的反對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讓群體的風光透露 然後女性遊客卻步 但是你們非常堅持喔 他們認為其實實用性比較重要 你不是在那邊畫中取口 真的你的同仁就是這樣講 他們希望把透明的地面 改成實體的地面 然後那個牆壁 是要有這樣西門町的相關的意向存在 還有包括每個月可能至少一次 這個所謂的熊站啊 從這個西門町捷運出口 一直走到漢中街45號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 市長你可能都被蒙在鼓裡齁 對不對 他們跟我講說都溝通好了 結果都沒有溝通好 所以你叫我這預算怎麼給你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符合在地的需求 我給你也罷 否則遊客中心的設置就失去意義了不是嗎 設計圖都還沒畫中 你們的規劃都出來了 你們跟他們講說堅持就是 只設置友善廁所 其他的都不設置 然後你們跟他們講 你們的規劃就是一樓到四樓都是透明的電梯 測試這個數量跟設置我們會再跟這個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如果不是我今天剛好質詢 他們都苦苦苦 真的苦不堪言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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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 如果你有再有所有的 這麼多給我們 或者這個 這個 我們也要賺的這個 這個 那也要賺的 我們得賺的這個議員就反對 我是不知道你們這些議員怎麼做 在這裡 市長你們還沒去設計了解 我們在每一區所做的路徑 如果你認出的中心 它所三星的路徑率什麼樣 你有去比格過嗎 那如果沒有比過過 你開這些事件的 不是用年度預算 用對加減的預算的很便宜 我跟王浩議員的地方一樣 我們絕對反對 應該用正常預算的風險 來向議會報告 這樣才有在到議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希望 你會先進行平衡 對到每一個努力的中心 它的努力 到底努力 因為我們走到處 看到的努力的中心 可以說是 都在看他眼睛 因為努力的努力 比較多的 而且我也建議 既然市長你要建議 那建議 要數位化 那你為什麼不需要用POSE 用這個數位資訊站 跟在路邊 讓民眾自己點 他還可以重點 還可以看到台北市 每一個地方的活動 還可以了解 東隊所有活動提供 這些的服務項目 和相關的資訊 所以我希望市長建設的數位化 可以落實 對這個努力 服務開始做起 所以 對到這種方式 我希望可以多元來做利用 第二 我向市長 修士 有適合嗎 希望我繼續來繼續 修用 目前看起來 滿意度滿高的 滿意度滿高 我們也有做過 滿兩年的一個檢討報告 我不對 市長 你這樣說就對了 你這個 你這個辦法做下去 在這輩子的疫情 大家都不敢坐公車的情形 不好意思 一二八空 修用的評論 不減電腦又增加 說這些努力 大家要求求 怎麼說 因為所有財客 差不多港三四星 但是 坐一二八空的人客不減 但是 一所三星的什麼 什麼結構你知道嗎 局長你有跟市長說嗎 現在那個 疫情期間減的量是 就是一些就是一般出遊的旅遊那種旅次的 但是 議員講的沒錯 上下班尖峰時間 一般常客就是買一二八零的 所以他上班通勤 還是會繼續試 所以一二八空坐的都市長的嘛 結果他都不減電腦增加的總控制 他所增加的這些補貼的費用 什麼人負責你知道嗎 公車夾車要自己負責 他轉成 他所三星的 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本來變九億元 買了又增加 因為中學生又加進去 又加一億元下去 但是他的差距近年 可能要花到十三四億 所以增加這些差距 救救者要自己負責 結果大家生理電腦賣 結果這些轉成的價格 還要救救者負擔 市長這樣才不公平 後來我們有檢討 兩年之後檢討的那個結果 就是我們後來這個補貼款 還有再增加 補貼增加一億多啊 比增加一億多 但是明顯的今年業者 還是要自行補貼 一部分的金額嘛 但是在紓困期間 我們給那個公車業 就是每一部車 有八千塊 每個月的這個紓困 一部車八千塊 你覺得夠嗎 中央補助計程車 哇大手筆 結果台北市的公車苦哈哈 因為中央不補助 要負擔 就要轉成這些 這些都是不需要賣 所以我希望市長 這一部分可以跟交通局 很幸福 這個好處 不是時間到之前 我一定 這一塊要只要去面對 謝謝 好謝謝第七組的執行議員 陳建民 接下來進行第八組議員的質詢 陳永德議員 陳宇州議員 陳崇鎔議員 印曉鎔議員 李富中吳議員 合計五位 總共20分鐘 是 市長 這個看著這個所有的紓困 我想這些日子來 市政府忙 民意代表都忙 我想請教一下市長 如果在2020的1月11號 你衝動的選總統 然後不小心你當選 然後現在是總統的話 你對於現在中央的紓困方案 你同意嗎 還是 他不要繞過地方政府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紓困比較大問題是 他刻意繞過地方政府 要自己去發 造成效率下降 我先跟市長報告一下 現在又開始要發振興券了對不對 這個是這樣 第一點 其實他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其實也在想 因為我們不確定他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的配合方案 訂不出來 所以說市長 中央他其實很確定怎麼做 我們舉例來講 他要發這個振興券 然後大家拍拍手 可是呢 最開心的什麼呢 是很多的交易單位 我舉例說 現在要發振興券 他說他要這個發 他說他要用這個行動支付 要用電子票券 要用信用卡 那我們的傳統市場怎麼辦 我們以台北市的吳洲街 我們的西昌街 這些小攤販 他們也沒有這個電子支付的系統 請問能夠振興給他們嗎 所以我在這裡拜託市長 中央有中央的方案 地方可不可以有地方的作為 要不然不可能振興到 所有應該被振興的對象 被紓困的對象 這跟議員說明一下 目前中央規劃 是有四種類型 那有關那個攤販的部分 他確實沒有一個電子支付設備 他們找了紙本 還有紙本的概念 那你們要怎麼樣一個 紙本的部分就是在 有幾根超商那邊去買 大家的物煞煞啊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提早規劃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在我們的預備金裡頭 談的是天災 但是市長 我今天也要跟你談談人禍 局長 警察局長 我想請問你一下 針對來來 針對啊 針對我們今天啊 這個又有報紙揭露 16號的時候 又有八十幾個人在錢櫃 進行多人運動 請問一下 這是哪一家的錢櫃啊 局長 我想市長很忙 你是不是借這個機會 讓市長知道一下 我也是看了媒體才知道 你還好一講 你看了媒體才知道 局長你這樣不及格 應該是中華路 應該是中華路 中華路 那請問八十個人 在總統包廂裡頭做什麼 你的屬下有沒有跟你報告 沒有 沒有跟你報告 那局長啊 屬下也不跟你報告 然後呢 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 通通通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今天看了報紙才知道 然後你會怎麼辦 我想我們會來加強來查查 怎麼樣查查 有沒有在處 已經發生的 我們去 調閱相關的資料 如果確實有這個事情的話 請問一下 如果確實有這些事情的話 是違反哪些法令 請說明 這個妨礙風化 還有 社會秩序維護 還有 另外這個防疫的部分 我們也會送給 防疫的部分 我幫你了解了 據了解 錢櫃是不需要 用實名制來消費的 也就是說 去的人不需要使用實名 是這樣子的嗎 你們都亂七八糟的嘛 對酒家 對夜店 對不對 你們都那麼嚴格 市長也很無奈啊 你們這些幕僚呢 跟著大家一起無奈 我要強調是市長 天災啊 的確很可怕 可是台北市發生的人禍 比天災還可怕 請回答 在我中華路啊 八十幾個人啊 可以進行那麼開心的 這個多人運動 在現在的防疫期間 然後不需要實名制 局長請回答 這個KTV的部分 是 目前我們並沒有強制 它要實施實名制 但是酒店啊 這個舞廳的部分我們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KTV 不用採用實名制 是中央的規定 是指揮中心的規定嗎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反應啊 是不是大家都應該有一個 同一個標準嗎 市長你覺得是不是 兩套標準 難道就是我們現在的中央嗎 保安員那個中央的部分 是針對有女陪似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另外 再跟中央討論 那請問一下這個問題也很好啊 你把一個做女陪似的工作的 這個工作者 帶到KTV裡面 那他算不算女陪似 因為他不是這個行業提供的 對 所以副市長 所以副市長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想做什麼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讓台北市更好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局長你盡快查明 另外我想請一下勞動局長 我要再談一次人禍的事情 這個 市長請你知不知道現在整個錢貴事件到現在來講 六位死者到底已經賠償給他們多少錢 細節我不會知道 數字我不會知道 所以市長你有必須了解這個人禍的這塊 好 跟一座報告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已經我們市政府的受理了39件的調解案 那已經召開了24件 那持續都在進行當中 那當然我們也要求錢貴公司要隨時跟我們回報 他所這個已經和解賠償的人數 那到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已經有46位 這46位是包括我們市政府調解成立的期間 目前的數字是這樣子 那好 市長 這個基礎上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到底我只針對六位死亡的死亡的死亡的市民 他們到底已經拿到多少的理賠金 或是慰問金 好 到目前錢貴是提出是300多萬 就是第一階段 但是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希望錢貴能夠跟每一位 每一位往生者能夠盡快的來做討論 那這當中也有這個往生者是受理我們的調解 所以持續在進行當中 所以說簡單的講 六位死者現在錢貴 從一開始10萬慰問金 到變成100萬 然後加200萬 那不叫慰問金 叫做呢 理賠的預付金 對不對 因此再加上市政府該有的商賬補助費25萬 所以我比你清楚 一個人現在拿到325萬 是不是 是的 是 OK好 很好的答案 那我現在就要公開再指責錢貴一次 市長我跟您報告 有一位死亡的死亡的人 他叫林紫辰 他是錢貴的員工 來 請勞動局長 跟我回覆 依據勞動法 依據我們現在的勞動基準法第59條 錢貴應該盡什麼樣的責任 首先他應該要對他的這個 已經提出的相關的這個職災的慰問金 其實他現在目前都補足了 那剛剛副市長講的那個325萬的部分 那個是指針對現在目前給他的死亡慰問金 那對於市政府還提出的這個職災慰問金是30萬 扣掉他是新北市的這個居民 所以我們在提供的10萬 所以他現在事實上他應該是已經到了300 接近350萬 目前的這樣 那我就問你嘛 按照你的勞基法第59條已經寫了 第4項已經寫了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職業死亡 雇主應該給予5個月平均工資之傷障費之外 並因一次給予已數40個月 平均工資之死亡不少 對 總共是45個月 給了嗎 給了啊 他們現在已經在進行 對 已經在進行 什麼時候給的 我只要什麼時候給的 時間點我是不是可以在 你可以跟我承諾你說有給了嗎 是 他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要求 什麼時候給的 呃 議員我是不是可以 什麼時候給的 之後把這個時間點給你 什麼時候給的 因為據我所了解到前天都沒給 給你就給我證明 給我證據 好 不要說給了什麼時候給 除非就是前天我要求之後才給 那即使給了也違反了你們的法令啊 應該在15天內就給了啊 4月26號發生到現在 就算是這兩天給已經違反法令 請問你們你們老解處為什麼不罰 呃 有有開法 什麼時候有罰 我已經都開法了 罰單拿出來給市長看 什麼時候開法這兩天罰的嗎 本席要求下你們才罰的嗎 因為這個這個災害事件是以特別法 也就是消防法為優先的這個調查 我沒有要跟你們吵什麼 我只在重申跟市長講 OK 乾貴你們沒什麼好包屁的啦 是 好不好 對 你現在我就是 我就是要跟市長報告 市長他最近紓困也忙 但是你們在忙什麼不能夠不讓市長知道 今天我也很支持 在市長帶領之下 大家可以把這一次的人禍事件 好好的解決 但是一直到現在我要重複的 市長每個人都請領到325萬 很無奈的一筆慰問金 但是該有一筆慰問金 其實屬於勞基法 第59條所規定 我們必須在 人工往生之後的15天內 就應該給領子成的 而按照我們幫家屬算下來 大概理賠金額也應該有個200萬 可是乾貴並沒有給 乾貴沒有給 乾貴對呀 有沒有給啊 局長 大家跟你打招呼還沒給了吧 第一個第一個我們對 勞動局有對乾貴開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所謂的職災補償金 其實就是325萬當中的認定 因為325萬不是慰問金 副市長我要跟你爭 為家屬爭取這一點是 如果乾貴說 如果乾貴說他這325萬 就包含了應該理賠的勞基法 裡面的200萬 那領子成就只拿到125萬的慰問金 那你們市政府怎麼協調的咧 我們請局長來報告 我們在開會當中有 特別對這個事情做處理 就是說從我們的立場 從勞動局的立場 那我現在的立場就是告訴你 不是像報紙上寫的 乾貴對所有的人都那麼有誠意 因為我們理解 你針對勞工這邊的權益 跟他死亡之後 應該給的賠償的費用的不同認定 這部分我們一定會在 協調過程當中 把它分開來充分處理 所以我現在就是 重複在跟市長 好再跟所有的長官 局長報告一下 每一位按照的乾貴對外說明 按照貴府對外說明 就是一位死亡的人 他到目前已經獲得了 我必須要謹慎我的發言 一百萬的慰問金 兩百萬叫做賠償預付金 另外呢還有我們的商帳補助金 二十五萬總共加起來 每個人就是只有拿到三百二十萬 但不屬於全部慰問金 但是我們不能夠讓乾貴去混淆的一件事情 是的包含賠償金也不是全部金額 因為依據我們的勞基法第五十九條 乾貴公司就應該給林子晨家屬 要在十五天內就要給 但是這個這個 因為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他每個死亡者是一樣的標準 他因為是勞工應該得到更多的標準 他本來就應該給 不能夠 不能 所以局長你們不要 這個我們會堅持這個原則 所以你局長不能在外面跟我胡說八道 沒給也說 因為他們還沒有和解 所以最後的金額還沒有確定 但是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知道議員的意思 這個無關於和解不和解 這是勞基法明明就已經明定的五十九條 你的員工因為職財不需要和解 你就應該給付到現在沒有給付 我們會把他的 跟王者的賠償跟老公的部分分開 你放心 因此司長 天災跟人禍 你現在來想一想 兩個你都要重視 為什麼呢 在過去我們常常把天災人禍都二分法 這是不對的 在過去天災講的是什麼 颱風 但是現在人禍更可怕 司長我還是要請您注意一下好嗎 因此就我剛剛提出來的問題 誰給我承諾 什麼時候開罰嗎 開罰的部分 什麼時候開罰 你們也沒開罰啊 什麼時候開罰給我時間日期 他15天內沒有罰 什麼時候勞基法 我剛剛調出來 剛剛你講的325 在5月7號已經合罰完畢 那至於勞基法規定的這個45個月 給移屬的 以及他所有的 總共45個月的這個月平均的薪資的部分 他確實就是要在15天裡面撥核完畢 我現在把那個日期再調出來 再跟議員再做一個報告 對啊 那撥核了嗎 那個是依法一定要撥的 沒有撥吧 先將這個死亡的慰問金325萬已經撥裂進去 這是非常確實的事情 那我現在你是勞動局長嘛 是 對不對 那那所以我才說 你有必要去問一下勞檢處 那乾貴為什麼沒有付 對不對 15天為什麼沒有付 既然沒有付 你勞檢處為什麼沒有開罰 我的質詢就是那麼簡單 因為就是這個案子一定要合併 跟消防局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請問一下 那你如果怎麼合併 這個是指安署所定的一個標準的規則 並不是我們自己定的 就是15天內嘛 你的法令就是這麼規定 你給我兩天的時間 我查明清楚再跟你回報好嗎 好不好 OK 好 市長 最後一件事情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你在問的問題 就是議座剛剛問到說 什麼時候開罰 我們是在4月27號 對乾貴零申店以外的六家 那麼分別依法限期改善跟裁罰 好 裁署 那因為零申店的部分 他必須要等到這個職災的原因 鑑定報告書出來之後 理清了才會開罰 副市長 副市長 我現在指的是違反第59條的開罰 我現在提的是違反第59條的開罰 我們兩天之內把它調來 好不好 因為明明就是公然違反第59條 你們勞檢處也沒有開罰 完全沒有開罰 好嗎 好 謝謝請回 市長 最後我想請教你 那個三三副市長請您留步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副市長 我們之前有提過了 就是對於北市擴大減租社會國宅的部分 那也謝謝市長您的得證 願意減租了 也減免了 可是你知道總共減困減免的多少戶嗎 市長 你回答我要請市長回答 後來第一次減的很少 不過後來我們再重新開會 只要有符合中央疏困標準的都可以減 現在是六千戶嘛對不對 然後六千戶裡面符合可以減免的有多少戶 到底 因為我問了大家大家都說 因為中央的明細都還沒有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比對 如果等到他們疏困明細可以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自己比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要提的 市長你有沒有聽到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比照中央 比照中央的方式 我們對於台北市一些社會國宅 減租的對象是說 他要拿到中央的紓困金補助 然後我們台北市政府再給予補助 可是我覺得這樣是不對 不夠好的 我們抓一下大概是12%左右而已 那你就不應該只抓12%嗎 因為很多現在的市民他沒有工作的 他失業的都不在這12%裡面啊 這裡跟一座報告中央他們住都中心的部分 他們的林口社宅 他們目前是居家 就是有無薪假的部分 那他們他們只針對就是無薪假的部分 那他們打八折 那市府這邊就是我們這個禮拜也有在討論 那目前是希望除了被勞動部紓困的以外 那我們這邊也希望只要有被中央有任何紓困到的 那他只要包括他可能拿一些匯款的資料來 或是其他各種的方式來 那我們這邊都從寬來認定 怎麼從寬嘛 現在我都已經不太相信你們所謂的從寬 從寬到底是怎麼個從寬 要有個標準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希望他不用再拿任何證明 我們直接跟中央名單做比對就可以 可以這樣子嗎 不用拿什麼證明 都不要 我們跟中央直接比對 他是紓困名單就直接減出 其實市長啊 我講真的 現在住在台北市 住在真的很清寒的貧宅 國宅裡面的這個市民 也就總共六千戶 你很多時候跟我真摯說 你這個禁老金不要普發 但是我支持市長你 六千戶的紓困金 你能夠普發就應該普發才對 有可能做得到嗎 我們正在討論 我們討論了大概 討論了一陣子 因為報告議員 為什麼討論那麼久 因為還有一些 太久了嗎 你現在是我們講半天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是租給 就是一般標租 但是也有弱勢的在裡面 我們如果只減國宅社宅的話 會有差別待遇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統整 所有跟我們 甚至有些佔用戶 他們也是中低收入 那我們到底這個部分 要剪出的項目 內容我們會整理好了之後 再跟議員一起報告 我覺得速度有點慢 再配合振興券 這些日子來 我真的議會裡頭 市長有好幾位市民 跑到我們辦公室來 他講他不要領一千五 他要領一萬 很多很多這樣的小故事 我希望身為市長 你要看見 真的世上苦人多 好不好 再麻煩一下 我支持市長 如果能夠對國宅 這些紓困金 能夠進行普發 金額不一樣 沒關係 能夠進行普發 我希望會是市長的一個方向 好 好 謝謝市長 好 第八組的質詢到這裡結束 我們接下來繼續進行第九組 質詢的議員是林二圖 時間四分鐘 請開始 是 是啊 市長 對 從你上任到現在五年多 我沒有刪過你一毛的預算 但是我今天我要跟你提出來一個 我希望你不要再以這個來破壞你 以後你再留子孫 到處真的是會遺害人間 你的手底下官員 你自己要檢討檢討 你回去的時候 我希望市長要調 北投士林科學營區區段徵收 第二期的填土整地工程 你要動資本市的實質平均地權基金 要動資 一億一百二十萬六千塊 那這裡面是包含什麼 這條預算它是在指的是什麼 現在要分成兩塊 環保局很用功 你的環保局真的很認真 他總共抓了二十件的 這個委婉會機物清理法 也移送法辦 檢察官起訴現在在法院審議中 但是這指的市長在哪裡而已 就在一個核群 核群這一家公司 他把會機物 通通深埋在土地裡面 那這個你們已經抓了 但當時點交的時候 表面怎麼沒有去 你那時候怎麼沒有審查到裡面去 現在單單這個會機物 要撥兩千一百萬出來 要去清理 要去清理 但是市長重點不在這裡了 重點在哪裡 現在里長聯誼會 北投士林蘇武亭里長 建民里里長 文林里里長 劉里長 胡興里里長 蔡里長 提出來證據 現在你們的整個整地工程啊 扣掉核群這一個部分 你們填的是什麼 你們填的都是建築廢棄物 或是屋泥 這種可以建築嗎 這種可以建築嗎 你現在你不要看環保局 環保局已經盡到責任了喔 他以套抓喔 你們四面都已經用那個封起來了 你們要再廢棄物進來四北科 要不要經過你的關卡通過 一定要 你的屋泥呢 我不敢講是拱屋泥 因為我沒有化驗 那間屋泥進來的時候 怎麼進來的 為什麼那麼多里長里民 他們都在 都說 那柯四五四在做 那柯四五四 那因為今天 那個市長 你今天在我們合情部分 你就要動支了兩千一百多萬 再來清除 那那些的熱水建築灰激物 跟那屋泥呢 填滿了整個四北科二級工程 你可以去到現場看一下 我可以指熱色給你看 我可以指屋泥給你看 總之請我都會提出照片來給你看 錄影帶我都會提出來給你看 怎麼有這樣的方式 那以後你要動用平均地檢基金 這個平均地檢基金 是市政府跟那些的地主農民 大家一起的呢 可以一起的 你可以隨便這樣動支嗎 那將來你不是要花位更多的錢去清除 那些東西嗎 市長 你回去好好檢討檢討這一問 你不要跟我談核群喔 好我們謝謝第九組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進行第十組議員的執行 質詢員包含 劉仁議員 宏健議員 阮昭訊議員 共計三位時間十二分鐘 請開始 議長 我拜的時候 看到你在你的FB臉書上面有 有留言 針對中共如果在香港這個地方 在制定國安法的時候 五十年裡面的 馬照跑五照掉就破功了 當然好像北風跟太陽的故事裡面一樣 會離人民越來越遠 我想請問 你是真心誠意的挺香港嗎 這個應該這樣善意的 其實我覺得大陸方面這個政策 是一定會出問題的 因為去年反送中 他吃骨頭還吃得不夠多 所以你是真心誠意的挺香港嗎 對阿 事實上我們也在 我才交代那個蔡允坤副市長說 去年那個香港專案小組 把那個做的東西還有我們 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香港現在一定很多人要外移 不管資金人才要外移 這個這另外一回事 這移民的問題另外一回事 剛才我問你的問題問了兩次 很重要所以要問兩次 下一個問題我再問一個 那你對中國大陸現在的信心 相信度還很高嗎 那我們不用相信他 我們要防備他怎麼會相信他 那這樣來講的話 雙城論壇還是辦不辦 這是這樣啦 你一方面挺香港 懷疑他的國安法 那現在雙城論壇我很明確的問你 要再辦嗎 不然是這樣 像美國跟蘇聯在冷戰時期 還是有交往 所以他覺得這樣 兩岸還是要有溝通有交流 但是這並不表示說 我們要放鬆自己的準備 這是兩回事 雙城論壇辦不辦 聽起來還是辦喔 但是這樣啦 現在目前人也不能來往 不可能他來要檢疫14天 所以技術上還是有問題 市長啊 你算是政治老鳥 我覺得問題就很簡單A跟B 辦我們想要我們要嘗試辦 但是但是到底要怎麼辦 這個大家都還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挺香港的心不變 那你也善意的告訴中共當局說 國安法定在香港 原則上苦頭會吃得更多 至於雙城論壇 我個人認為 如果以現在我們國家是 禁止外國人進入的情況 防疫中中的情況 所以未來如果開放了 你不排除繼續辦雙城論壇 不過我看喔 今年內人員要過來都很困難 所以你的任內還是會繼續辦 就算國安法定定對香港不利 打壓香港 你還是要辦 這個是這樣啦 我覺得兩件事情好像可以分開處理 支持香港我們還是支持香港 民主自由我們還是支持 我知道你要怎樣 我都沒有意見 市長 我另外問你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針對所謂的追加減預算 防疫的追加減也就是我們的緊急預備金有動用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防疫的問題 前一段時間 你跟陳時中 有人說你逆時中 有人說你陳時中之間有爭議 那你也曾經公開的講說 如果你來做防疫指揮官 不見得會做的比他更差 那我現在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那個我們議會的同仁 有說 KTV 他不是屬於八大行業沒有賠視 那之前你跟陳時中當中 我們地方跟政府針對防疫 由你賠視八大行業 也爭吵不休 那現在防疫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請問一下 各個地方政府都在邀陳時中到地方去做所謂的推廣 你有想到要請他來嗎 其實我們現在schedule上是潘悶安會先來 我們目前有排行程的是 屏東的潘悶安縣長會先來 那我現在是問你陳時中 有沒有想要爭取他來 目前 不排除他的支持度 有需要都可以排 他的支持度比你柯文哲當時候選市長還要高 他是算破紀錄了 這政治上的一個奇怪的 是跟你說的話 今天早上陳時中部長 就已經到我們的四四南村 來這個舉辦這個相關的活動了 什麼活動 今天那個觀察局 我們的劉局長也有代表事務參加 所以他其實就在台北市嘛 隨時都在台北市 你們兩個不用急著救駕 真的 我要柯文哲回答 沒有問題啦 柯市長 來你把我的問題聽清楚 今天早上去四四南村是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走到哪裡都可以推廣地方的一個 一個經濟的一個促進 甚至於商圈裡面的一個發展 生意更好 如果 我在這邊要求 我們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打個電話給陳時中 請他來幫我們 地方做一個宣傳 你認為可不可行 可以啦 但是我要先設計好 要promote哪一場 這個要先設計一下 設計 你認為台北市哪一場 我不曉得 因為一開始我們 我跟潘縣長是有 事先有計畫 潘孟安歸潘孟安 對啊 陳時中那個 我們就要另外再做企劃案 所以你不排除 沒問題 沒問題 可以齁 真的可以齁 可以啦 那我代表台北市民 謝謝你齁 秉除你個人的成見 然後願意幫台北市的經濟發展 做一個促銷 我跟他沒有成見 第三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的口罩販賣機要不要退場 不啦 現在 其實我們口罩販賣機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花錢 那就擺在那裡 但是 現在好像也沒有 沒有花什麼錢 我沒有說你花錢 我認為口罩販賣機要不要退場 假設擺飲料機 假設擺保險套販賣機 假設擺所有的衛生紙這個機 等等的 或許比他的一個經濟效益 實用性來得高 而且不用跟診所整理 市長 會不會退場 不啦 對於廠商來講 他是 其實他只是借由我們的場地做實驗 實驗完了 如果我們沒有 沒有一個下面付錢的計畫 他就自動自發跑掉了 好 時間暫停 謝謝 好市長 我看這個追加減預算的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是災害準備金 我想長期以來 我們對房債議題很重視 錢我當然會希望議會可以給你 但是錢來了 怎麼去用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我也很感謝 上次我們提到花木市場 那市長也主持了會議 現在提出一個方法 那我覺得那個方法的方向邏輯是對的 是好的 就是說它有點像這個比較積極性的紓困 把紓困跟復興加在一起 他說我到40萬到80萬 我來當一個活動 那我所有的元素購置於這個業者 幫助他們就對了 有點像這個振興 有點紓困很好 不過我細算了一下 你們講現在目前是40萬到80萬 對不對 到底是40萬80萬 那回答我的時候會說 看別的單位有沒有人來要 欸不對耶 市長 別的單位就說沒有人來要 在裡面 你估算起來 他是應該被幫助的 應該要紓困的 你應該就要給人家 怎麼 是我 軟糟熊有在問 花木市場 你們就給花木市場 別的市場都不用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們市場錯的 裡面的一筆錢 那因為議員有質詢 然後因為我們的確 在花木市場 花會公司都是使用費 打5個字 那一點點 所以我們才說 這兩個市場 特別來做一些相關負貌 那花木市場的金額 我們大概是抓40 如果花會公司 也有需要的話 那可能到時候 會做一些調配 主要是這個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用在這個地方 你看嘛 我們現在講追加減預算 裡面查到災害準備金 你們準備加7億 是所謂災害準備金 裡面提到的是 要因應新冠肺炎防疫 紓困措施 及後續振興經濟方案 我請問 這個有沒有納入 我們花木市場 這個 現在的這個80萬 是現有的公務預算 那還沒有再動 製造災害準備金 因為 未來的災害準備金 有沒有可能來幫助他們 如果我們相關單位提出需求的話 其實市長都在災害準備金裡面 都只要有需要用錢 都會用 我上次跟市長做說明 很簡單 這個東西不要餘豬之汗 明明就要幫助人家 結果你打九五折 但後來你們現在有幫忙 我算一算 如果給80萬好了 80萬平均下來 大概一個攤商 大概三萬多塊 三萬多塊 他們現在大概使用費是四萬塊 如果照你們的邏輯是百分之五十的折底 那應該就兩萬塊 兩萬塊如果是六個月就是十二萬 那十二萬跟六萬塊 跟三萬多塊比起來 難免還是有這個相對剝奪感啊 人家是合法合情合理 然後繳稅的湯山耶 團胸耶 正當做生意的啊 市長你懂我意思嗎 議員我們也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他們跟我們的關係不是租金 所以在我們的檢測上面 在財政局很難做這個計算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們會另外增加 你的政策是租金可以折底嘛 那為什麼你在部分的政策上面 不用說因為這樣的東西 他除外規定 或者是我特別去幫助他 就這樣而已啊 因為公平性嘛 黃醫會已經討論兩次了 我們整理好之後 再跟市長報告的時候 最後這部分就是 我要求公平性 好 別的團胸 要怎麼處理嘛 另外 我講幾個細節好了 因為現在很多租金的方案的條件 縱使不是我們地方訂的 中央訂的 可是下來之後 我覺得有些東西 還是有點 不敢說自然難行啊 但對很多實際 實際我們要幫忙的人 反而做不到 市長你知道我們很多夜市的團胸啊 其實他都是 沒辦法去拿到房東的證明啊 沒辦法拿到執照啦 沒辦法拿到稅籍資料啊 市長你知道嗎 他們就不能申請耶 他就沒辦法申請了耶 所以當時這個政策下來之後 對他們來講 毫無幫助 相對就我講的 相對剝奪感 公平性不見了 這有辦法解決嗎 因為中央訂的辦法就是那樣 這個部分我們地方能執行 對我知道 那在我們地方上 我們不論其他縣市嘛 我們就我們台北市 我們台北市有沒有辦法 讓他做得更公平一點 他也是來貸款啊 他說什麼啊 這個我們曾經有討論過 因為主要是紓困以中央為主 我們很擔心說 我們提出來是不是跟其他縣市 比較來比較去 我們今天在談嘛 追加減預算嘛 裡面提到紮害準備金 你們大啦啦的告訴議會 就是要紓困要振興 那既然我們提出這個預算 我本席也表達支持 那你要用在對的地方 要幫助這最基層工作的好朋友們 市民朋友 其實我說 因為其實自治會都有名單 這名單還可以證明說 他到底在這個地方 實際營業有多久 可以請你英雄 如果說突然 為了要申請這個方案 突然變成康山 你還是有名單可以羅列嘛 那我們有這個 在富邦銀行也是有董事席位啊 是不是請他們銀行也可以來幫忙 這個事情 我們來相關的這個作為 來幫忙他們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請議員把那個 哪些 哪些 具體的東西我們 具體的東西我會提供給你們 我希望你們可以解決 好吧 好我們謝謝第十組議員的執行 現在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